好 第二名 追女生花錢不熟潤 射手嗎 第二名是 射手嗎 摩羯座 很快要花錢 納豆哥有在花錢的嗎 有 送iPhone 納豆 我跟慧如兩個人 都掃一支手機 送送送 我沒有追你們 我跟你講 這真的 摩羯座 先聽老師說 為什麼摩羯座上寶 摩羯座認為 能夠花錢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原來是這樣 那你講就不加分了 他有變質的感覺 什麼都可以有花錢解決就對了 摩羯座在愛情上面懶得囉嗦 他覺得花錢會買到一些 比如說愛情 然後或者是一些禮物 一些紀念品 他一定花在刀口上 讓對方記住一輩子 所以如果要分手的時候 他有願意用花錢解決嗎 你要能夠解決得掉都可以 都可以 都願意就對了 我之前有碰過一個摩羯座 我如果有個鑽石的偉戒 我也會記住他一輩子 好 我跟我朋友說一下 他去找他一個摩羯座的朋友 沒有 真的 我以前曾經追一個女生 然後只是我在追她而已 然後她住台南 然後她來台北 好像是等於會來玩 然後我在追她而已 我說好你來 然後她來了之後 我就找了40個人 然後開了一個 就最大的包廂 然後就錢櫃的包廂 然後進來 然後我就說 這40個人都是為了你接風而來的 就是場面整個做得很大這樣 然後後來 唱完歌一到我家 我就拿一支手機送她 又是老套 可是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 反正你就成立一個晚上 拿了手機就找人 意思是缺手機的女生 就找你就對了 年輕時代的我 我想辦門號 現在比較不會那麼傻 現在怎麼送車子 沒有 但是我以前也有遇過摩羯的男生 他們也是 就是我那時候說我皮包 在工作的時候被偷了 然後她立馬就是 趁我不注意的時候 然後當天晚上我們見面的時候 她就偷偷地說 我幫你買一個皮夾給你了 然後就已經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還很難過 想說完蛋我裡面卡 什麼現金什麼 然後那皮夾又是新的 才剛買沒多久不見了 然後因為那時候年紀還小 所以一個皮夾都 就幾千塊都算貴了 但是她就願意那時候就花錢 然後花心思 然後去買一個皮夾來送我 我認識一個摩羯男 就是她女朋友 其實蠻愛花錢買東西 然後咖啡跟貸款欠了一百多萬 就有一年生日的時候 她拿了一個戒指 說這個送給她女朋友 就送給你 然後另外就是你那卡在 我就當作生日禮物 都幫你還了 哇 真的 這麼好 她就這樣把他還了 我不知道這樣子是害他 還是真的對他好 你知道嗎 那摩羯座的男人真的很大方 真的 他除了很固執以外 其實他對朋友 對家人什麼的都很大方 對 但是他有的時候 一個腦筋會轉不過來 會氣死人這樣子 就譬如說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就說可以讓他 聽多國的語言 因為小孩子就像一個海綿 隨便吸都有對不對 他就說不行 他會分不清楚哪一國哪一國的 我說固執起來 我說長大他就會分清楚了 不行 就是固執 只能先學洋圓 OK 好 我們來看第一 好 我們看榜首是誰 獅子座 太準了 太合理了 有嗎 完全 完全 名字都記得老婆那邊了嗎 其實一位獅座 我們剛剛說了嘛 愛面子是他的天性 他花錢其實為了 除了展現自己之外 還要讓那些女生被打點得很好 帶出去值得很炫耀 所以他其實為了自己 也是炫耀他的女朋友 所以他砸錢 會沒有再客氣的啊 他應該說是一個 我跟你講真的 這一輩子有機會做女人的 一定要交一個獅子座的男朋友 你知道嗎 獅子座的男朋友很有朝氣 又很會玩 又很會安排 好了 你不用動了 因為你已經結婚了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就是 你在獅子座面前 你就要變成小眠一樣 你不要人火大老虎 要不然老虎 好兇喔 會嚇死小眠羊 對 上升獅子座 而且我覺得獅子座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其實除了照顧好你的女伴之外 像我基本上是 連她周圍的都會照顧好 像我以前之前有時候 有時候帶著我 帶我女朋友去吃飯的時候 吃完飯的時候 有時候她有一天打電話 我跟她出去的時候 她說 妳上次帶我去吃的那一家 餐館很好吃 我介紹我媽媽他們去耶 我說喔好 這句話講完之後 你馬上把他聽話對不對 回去之後 沒有 回去之後 她自己跟我講 我媽他們今天說 老闆招待耶 其實不是老闆招待 是我們已經都付完了 對 但是我們不想要讓她做得這樣子 可是我會讓她 她周圍的人感受到 去很有面子 好像 對 這是我男朋友介紹的店 然後我去 老闆說不用付了 不用付老闆招待 對 對 我覺得付錢不重要 付錢有人付了 那感覺沒有 對 老闆招待 對 排場 對 有準 可是我們其實 這些我們都算了 知道就好了 有遇到才有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什麼樣女生的星座 比如說雙魚座 對什麼男生的星座 我們比較有機會 不要說針對你們的星座 你們直接開個條件 比如說美人姐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大概是怎樣類型 那老師來幫你分析說 你適合什麼星座 好難說 沒有 其實就有 就有星座裡面 就有男女配 譬如說就是 獅子就客出 你為什麼還會 問我這個問題 我從來都沒有改變 我這麼專精 金城武 當然 我已經加入金太太俱樂部了 好不好 OK 但個性上 我們這種女人 要情不要情 對不對 對 好 可是我覺得 美人姐又在編她的故事 童話故事 對 我跟你講 你問我們就很困難 可是我跟你講 雙魚座永遠跟她的幻想 在談戀愛 對 可是我跟你講 金城武是一個很無聊的男人 他是一個非常宅的宅男 他的興趣就是打電弄玩具 然後自己在家裡喝兩杯 就這樣結束了 結束了 結束了 沒有了 很好 沒有了 這是 這就是金城武 你光看他的外型 就可以看很久 對 外型 你就只要這樣 對 我這麼膚淺的女人 這個星座無關 好 雙魚座其實也適合 跟比較居家一點的人在一起 好 免得太 所以其實建議巨蟹啦 天蠍啦 其實還不錯的選擇 要不要看那邊 巨蟹天心 他這邊沒辦法 沒辦法搭吧 他就是雙魚碰巨蟹 絕配 絕配 還滿適合的 因為其實你可能要選一個巨蟹 雙魚碰巨蟹是絕配喔 對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們水上星座 去碰那些土上星座 你會悶死吧 對 你的夢幻根本完全不會 實現 然後巨蟹會陪我們玩對不對 巨蟹其實很悶騷的 而且巨蟹其實他心很軟 像有時候我跟他吵架 然後他當下就會說 我絕對不要原諒你 我打死都不原諒你 我真的不理你了 可是他一看到我很軟弱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他又心軟了 好吧 我帶你去吃東西 好可憐 他就是這樣 真的他就是這樣 巨蟹是耐打又耐罵的溫柔好男人 真的 很準 這種類型 終於平反 好留意喔 這種類型就對了 難得有聽到誇獎 巨蟹 對 維如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嗎 我喜歡 因為我知道我的星座 應該是跟金牛是合的 但是因為我真的沒有遇過金牛男生 因為我覺得 我本身就土上有點悶的星座 又再找一個悶的就會更悶 所以 我也不知道 但我喜歡的男生是那種 就是像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一樣 就是 有品味 然後 穿西裝 然後很帥氣 很Man 然後但是又要像背看一樣 背看一樣 就是又顧家 然後顧小孩 又體驗 這是每一個女人都想找的好 誰不想 我要借一下 我要借一下羅傑一句話 你是誰啊 所以 每一次這樣問的時候 人家都問說 那你心目中白馬王子是誰 然後我對說 又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就是如果是完美的話 如果你叫我想像的話 會是這樣子 但是生活中 你絕對不會遇到這樣子的人 不會碰到這樣的人 對 所以後來我都覺得 就是 沒有條件 人品好 人格好就好了 然後孝順 其實你問我們到這個年齡 你問我們條件 其實那個對我們 對我們來講 都不是 不是在看條件那個事情 對 是在等那一個 可以撥動我心弦的那隻手 哇 你撥的時候就很下流的感覺 你不知道為什麼 對不對 其實貝克漢本身就是金牛座 所以你剛剛 威如想要挑的人 他就是金牛座 所以可以對到對面的阿布 但是如果你又要有品味 又要有魅力的話呢 就希望連線到摩羯座 是不是 我剛剛拿起來 因為摩羯座是 越交往 越 越有魅力的那種 一路加分 一路加分 越講越行 對的 一路加分 越薄越香 麻煩你囉 好 賴慧如 趕快講 你現在缺什麼 趕快 缺手機嗎 大家 對 你真的有考慮 像賴慧如 像那個 納豆這樣的人嗎 可是他很注重外表 他很注重外表 這是他最大的弱點 對啊 他很注重外表 有一點點 你誰啊 你要想要看 你要一邊是 納豆的照片 一邊是貝克漢 好 慧如哥分裂 好 慧如也是雙魚 也是巨蟹嗎 雙魚 雙魚嗎 對 大概就是比較找水象 但是如果你要 比較 刺激一下你的生活的話 其實可以找火象 火象是 對 純粹只是談戀愛 然後 獅子 激盪的那種感覺的話 純粹 要有那種 愛得轟轟烈烈 死去活來的那種感覺的話 可以 感受到愛情的感覺 可是獅子座很大男人 其實雙魚座 有一點點 大女人 在某一方面有一點點 對 可是我覺得雙魚座的人 不太喜歡 他很浪漫 但是他不太喜歡 太多變動的人 所以你剛剛講說 那種比較窄的人 但是你想要的浪漫 火象星座可以滿足你 真的嗎 因為獅子座很熱情 獅子座就譬如說 宜澄慶啦 雙魚座就譬如說 伊能靜啦 那最後老師來教我們 如果搞定十二個星座的男生 好 給女生的建議 好 給女生的建議 我們先搞定火象星座 牡羊獅子射手 應該怎麼搞定呢 給他們掌聲鼓勵 沒錯 合理 然後崇拜加仰望 只要告訴他們 親愛的 你是最棒的 對 這事實上沒有你搞不定的事情 就是 就可以搞定他了 你好棒 你好威 好厲害 對 OK 我們來看一下 土象星座 金牛座 處女座 摩羯座 他們希望你 女孩子可以簡單地 依賴在他們身邊 然後再跟他們算計 一些比較厲害的關係 什麼意思啊 厲害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要搞定這些男生 所以你要先掌握他的金錢 哦 掌握金錢 對 其實你只要簡簡單單地 好像依賴在身邊 滲透他的生活 然後再掌管他的金錢大權 就是他說什麼都對 哇 還要講說 親母的還好意見你 不然我怎麼活下去 哇 這太厲害了 這一句話 好像劇人 然後就可以跟他予取予求 對 在我婚變之後 事業陷入低潮 我都不知道我還不能再站起來的時候 沒想到你願意點名 我跟你一起主持 私房話老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做好意見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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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費都幫你繳好了 經理送之後 全部都送 對 真的是這樣 好 我們來看 身上可以套的 全部套出來啊 全套 說哈 好 我們怎麼搞定水上星座的 巨蟹 天蠍 雙語座 就跟他們一唱一合就對了 他們說什麼 你就跟著合就對了 親愛的我會陪你一起逐夢 在任何難關我們都一起度過 是愛做夢的對不對 然後給他們安全感 我會對你不離不棄 我不會離開你 你剛剛說 雙魚適合巨蟹 都是水象耶 對啊 他們水象比較適合 他們磁場會比較合 磁場才會合 一輩子沒有遇過巨蟹耶 因為都愛做夢 一起做夢 OK 那美人就是適合巨蟹跟獅子 對 跟天蠍 但是如果他要轟轟烈烈的話 可以找火象 是 OK 我們來看一下風向星座 我要記好巨蟹 愛理不理 對付這些風向星座就是 不要理他 愛理不理 欲懼還流 他們就會來理你了 我不介意 你就繼續看你的美女 沒關係的 對 就是給他冷嘲熱縫 然後放冷箭啊 放什麼東西 他們都不介意的 欸 OK 好 所以這個是搞定他們 對不對 對 不過我是覺得有些男生很會講話 我們女生也真的 如果不是一點人生歷練 真的會被洗掉欸 對 可是有的時候其實 男生亂講話 這是女生最愛聽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的時候是假的 可是我們還是 還是愛聽 怎麼不只愛聽還聽進去 對 什麼年紀都愛聽其實 可是有時候真的很多歪理啊 像我一個女朋友 她就說她其實 她雖然難過 她會還是感動 我說你感動個頭啊 當局者迷這樣子 她男朋友也有 就是跟前女友又複合同時 這樣子 OK 然後呢 她說因為 她男朋友跟她講說 因為那是前一段感情 大家 她也陪她走過一些困難 所以呢 道義上的不能不理人家 但我對她只是盡力 我對你才是盡心 好會講 好會講喔 好會講喔 這個要學起來 真的 這個這個 但是對摩羯座的人 真的就是 不行就是不行 就是會劃清界線 對 就分得很清楚 那是到後頭吧 對啊 在某個時期 愛到沒辦法 對也是 這很多歪理 聽起來好像對 仔細想 還真是喔 就拿這種人沒折欸 不是啊 這是你 其實要怪要怪自己 你自己不要聽的話 不要聽進去的話 你就不會聽進去 可是你自己 因為很空虛 所以當人家 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溫暖 很溫暖 填滿你的心裡以後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你就寧願去相信她 對啊 OK 好 所以呢其實 透過星座呢 其實了解自己的個性 然後知己知彼 對 對不對 擺戰 擺戰啦 不一定擺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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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己知彼 敗戰 雙人 雙人 我也想ינ past 示範 雙人 鮮 テーフ 多 procent invert 沒 我